啊 哦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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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浏览器 Jesus 大家好 我现在来买这个 特斯拉Model 3了 虽然是个二手的 但是我现在这个心情 又非常激动 我这个心跳 4分钟前 已经来到了每分钟90次 比进一针的时候还紧张 现在这个地方是停车场 我们先到这个三楼 找一下咱们的这个Manager 这一车是可以吗 哦 啊 2020年 完全无差 啊 啊 啊 蓝色的 我们家那位说有一点闷骚 非常符合我的这个性格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边我们看啊 果然是真品 正品 啊 这个大圈景大波链 然后一进来之后 大家看非常的简约 这个特斯拉Logo 很多朋友都说 特斯拉Logo有一点太罗了 但是我个人来讲非常的喜欢 然后 这边有一点啊 使用过的很近 但是 哇 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怎么这么暗 那么这个灯原来就是这样吗 啊 这2020版的果然啊 这个内饰是老款的 这有点 啊啊 这个整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不知道它使用的芯片是英特尔 那个阿托姆还是什么 因为那个芯片还是最新的 NVIDIA的 不知道是哪个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车 现在整个状态怎么样 79% 还能跑376公里 果然是Longrange 长续航班 现在跑的公里数是28,074公里 2020已经开了两年 只跑了28,000 整个状态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整个内饰也是非常符合我个人 稳重气质的这种黑路突兀的颜色 然后这边有一个木纹 手感非常不错 这手感 后座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灯实在是太好了 进来黑路突兀的这家旺 然后整个头部 这空间我感觉我的个是1米78 然后我现在挺直摇板这样一做的话 大家看平常这个车也就是我自己开 偶尔带下来熊矮子什么的 感觉这个空间还是够用的 非常够用的 虽然没有那个你抠我那个宽敞 但是咱们看咱们这个双手不是 这个双脚咱们可以插进去 感觉车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020款的果然咱们这个 后备箱是手动要打开的 这种充电器不知道在哪里 它这个果然是老款的芯片 所以以后系统更新的时候 可能不是会特别的持久 我们来看一下Franc Oh my god Frank 少玩没有 这台车正在给雇一个价 希望能卖一个好价钱 就是这里配套的 它是平常的 它是平常的 平常的 它是平常的 呦0100度是4.7兆 哇 真的不是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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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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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声 啊 灯灯 我一直期待着这个 灯灯的声 哇 哇 喔 麦格 哇 这光我再开影 OK 那现在咱开这个 特斯拉的摩托3 已经开了一天的时间了 已经开了100多公里 整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绿油油的背景就被你给整没了 我的绿油油背景 IBABY 虽然我已经开了 那个现代的那个NICO 我已经开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 这边主要是我们家内卫在开 我已经体验了这么久的电动车 但是开了咱们的Model 3 依然有一种强大的冲击力 首先提一个就是这个加速度 哇咱们这边加速模式 如果我选择了標準之后 整个这个 都做那个固乱车一样,非常的 对对 我以为我来说更厚 卡メラ 有充电器吗? 对 哇,等等 哇,关闭了 哦,关闭了 效忍的话 那么这是第一个我感受到的最大的优点 第一个就是加速度 前所未有的这种加速感觉 那么感受到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操控 一上车之后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完全电动车的感觉 咱们Ao Nico虽然是个电动车 但是上车之后还是要按电源键 但是咱们特斯拉一上车之后 一踩咱们的刹车 直接就当当当当当 就直接可以开了 然后把这个档位调成咱们的D档之后 咱们踩油门直接就可以开 而且咱们特斯拉不像Ao Nico Ao Nico它还是有一种油车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不踩油门 它会自动的向前走 但是特斯拉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踩油门 它就不走 踩了油门它才会走 轻轻踩的话它就慢慢走 使劲踩的话它就咔嚓一下加速 虽然Ao Nico有一个iPad模式 就是我们可以完全使用我们的右脚进行自主的操控 但是整个操控的感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特斯拉的加速用一只脚 就是非常的自如 没有一种任何的异样的感觉 而且我们车完全停了之后 我们也不需要像其他车一样 使劲踩一下刹车 它才会开启Aoho的模式 停了之后 这个车就会自动的进入Aoho的 这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非常欣喜 另外开起来 整个就是我在操控这台车一样 就是完全的被我征服的感觉 咱们男人的本能就是喜欢去征服别人 而女人为什么喜欢那种大车 她喜欢被征服 像咱们就喜欢这种小车 就可以完全的征服 而且这种感觉当我坐进来之后 手放到咱们的手柄 这个方向盘之后 这种感觉也会变得更加的强烈 因为咱们这个方向盘的大小 可以说是不大不小 而且是稍微有一种 我个人来讲 更加喜欢的这种 稍微小一点的感觉 你可我有点太大了 然后现在以前的Granza 它也是有点太大了 所以这个方向盘 这个大小 真的是我跟来讲非常非常的满意 然后咱们这个整个方向盘转动起来 相当的沉 我开完它之后 再回头开咱们的L Niko 我就感觉非常轻 所以我感觉L Niko 我更适合女性朋友 而咱们的Tesla 女士要开的话 我们家电位开了一下 就感觉非常沉 不是特别的适合她 缠起这个操控 我就没开过这么稳当的车 就感觉再开一个大铁坨 从起步到低速运转 再到高速 整个车真的是就感觉 就是相当的紧致 就非常的稳 而我昨天再去开咱们L Niko 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车 有一点太软了 软绵绵的感觉 而且Rolling 就是咱们在转弯的时候 整个Rolling也非常的严重 而咱们Model 3 无论是高速驾驶还是在转弯的时候 大拐弯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Rolling 这个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三个感受到非常大的优点 我体验了一天就感受到的这个优点 就是Auto Pilot 那天我开回家的时候是大的下雨天 那天下大雨 它依然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稳 比我这个人也看得都清楚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完美 在高速路上运行的比较好 但是到了低速 在这个城市之间 这个道路的时候 它还是比不过咱们这个人类的大 我们现在正在测试这种非常暧昧的这种关系 大卡 前面那出车司机卡叉已经进来了 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特斯拉觉得这个货车应该不会再插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卡叉停了 但是比其他同类的半自动驾驶 还是要优秀非常多 那么第四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咱们自带的APP了 非常让我意外的一点 大家看 我现在刚刚查询了它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右下角5秒 6秒 7秒 它会实时的更新 所以我们一看之后 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现在这个车的状态 然后我们点进来之后 大家看整个操控起来真的相当的快速 比如说我要把前面的前备箱给它打开 咔嚓这么一按 然后它就会提示需要手动将其关闭 这个我可以忍 然后我点击这个打开 咔嚓一下 非常的快 然后后备箱您需要手动将其关闭 咔嚓一下 另外像咱们这个控制啊 铭鼻 闪灯 整个速度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 然后通方我们来看 一按它马上就会打开 而且它不是通过蓝牙来操控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操作方式 不论离得多远 它都会马上的进行反应 非常的直观 非常的快速 而之前咱们这个 哎呦你抠我 现在的这个Blue Link 也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远程的来进行操控 但是大家看啊 比如说现在咱们想要给它操控一下 把室内的温度调成17度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点击一下之后 它使用咱们的命中ID 这样之后 它是把这个控制指令传送到天袋的服务器 服务器再通过一段时间 大家看 它不是马上来进行操控的 它需要有一定的等待的时间 而且这个等待的时间 有的时候会很久 这个很难预料啊 所以每次整个操控的感觉 就不是特别的爽 另外当我们安装这个软件之后 就再也不需要带任何的这个钥匙了 咱们跟手机联动之后 下了车之后 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只要走开 你看周杰伦花海的那个模式 他就出一声 这个声我们还可以设置 可以打开或者是关闭 都可以随意的设置 离开这样一段距离之后 它自己就关闭了 然后咱们再走进 也不需要按任何的东西 直接走进来 它自动会识别 然后咱们一摆 就可以上车了 所以整个操作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顺畅 非常像周杰伦的花海的模式 不要你离开 距离一个不开 思念变成海 在窗外 我给咱们第五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咱们这块屏幕 屏幕本身非常大 这个已经是特别大的优点 这个非常的流畅 这个就不说了 但是大家看 它跟咱们右手的距离 可以说是刚刚的好 咱们在开车的时候 右手手指这样一落下来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操作 而且几个主要的功能 比如说空调 这个东西 咱们手直接架在咱们这边 然后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操作 然后温度调节 咔咔的 就是这个屏幕 跟咱们之间的距离 真的设计的非常的任性 咱们手这样一靠近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操作 像那个Alnico 我每次要操控的时候 都要手这样伸过去来进行操作 所以在高速驾驶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咱们这块屏幕 无论是它显示的效果 颜色大小 然后它整个速度 虽然是英特尔 阿托的那个芯片 有点卡 就是看什么 再进小点准的时候有点卡 但是 这块 这咱能看这个再进小电影吗 对啊 浏览器 Jesus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一直买之前 我就感觉 这个屏幕有什么用的 拿着咱们的阿帕德 然后在车里面 其他车也可以 但我这样实际体验之后 我发现 这一块屏幕 中间就放在中间 然后咱们跟亲朋好友 一起看电影 或者是欣赏视频的时候 正好就放在中间 这个位置刚刚好 然后可以完全的使用 咱们车体 非常带劲的音箱 我以前想的 还是有一点太主观了 这个想的和实际上操控 实际观赏起来 整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我下面再来说一下 我体验到的 非常明显的缺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 没有通风座椅 我现在这后背已经都湿了 不是因为刚才看在线小铁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 但是咱们可以通过 非常方便的 把温度调低了之后 让咱们的身体前边凉了之后 后边顺带着一起让它也边凉一下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另外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地图 地图 这个地图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限速提示 哪有摄像头 它都没有提示 所以如果单纯是用这个地图的话 超速之后要交的钱可能会非常多 所以咱们一定要另外单独再买一个支架 把咱们的阿芬给它支撑起来 这样的话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也能解决 我给大家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较意外的点 内饰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就比如说咱们方向盘 纹理 我个人来讲感觉非常不错 不滑也不是特别的干 就是刚刚好的量子叠加中间 它另外这边整个皮革的感觉 这边都是软的材质 然后这边是毛茸茸的 看起来整个搭配起来 虽然比较简约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高级的感觉 虽然咱们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 整个做工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天棚这边还是比较low一点 这边如果它也使用这种毛茸茸的材质的话 整个会感觉更好一点 但这个比较遗憾 下面再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最终还是购买了特斯拉的Model 3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最近油价涨的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前两天开的Granja 它正好还是3.0的排量的 所以我跑了100公里花了我2万韩币 不行的成本可以说是大度提升 再加上最近咱们特斯拉 它总是涨价 咱们特斯拉Model 3 2020版 我记得它当初价格是大概5800万韩币 两年前新车是5800万韩币 过了两年之后 而且这个车主它当时肯定是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补助金 所以它开了两年 过两年之后一捣手再卖 还赚了一点 虽然非常的不爽 但是考虑到最近咱们埃隆马斯克他的行为和举止 我感觉特斯拉肯定还是要继续的涨价 因为特斯拉最近什么推特 他决定不收购了 不收购之后股价会狂跌 股价狂跌之后 埃隆马斯克手里面 吹钱了 他肯定会做什么 涨价 为什么要涨价 就是让原来订购的这些人稳定他们的心理 就快 你看你看 现在还涨价了 你要取消的话 以后要支付的钱会更多 所以现在咱们特斯拉Model 3 长续航板现在已经在韩国 已经来到了将近9000万韩币 涨了将近两倍 所以我个人这样总结下来之后 就感觉油价的上升 再加上特斯拉 它本身经营上遇到的一些困难或挫折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战略 整个车架掉下来的可能肯定会 几率会非常的少 那这样开了一天之后 整体感受下来就是 我感觉这个投资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整个满意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更长时间的体验感受 还有跟那个Alni Coward对于评测 这一部分我在稍微体验之后 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谈则 我给大家接着 大康 大康 我刚才之后 它没有特别非常明显的震动 上次Alni Coward 就明显的有这种车震的感觉 都没有状怒 这个详细的有这种真的是 谢谢观看